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来到有美棒美专潮品店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大家好 我是刘斌 因拍片意外招伤被迫淡出娱乐圈的Selina 明天终于要推出个人一批正式付出了 那在拍摄新歌MV期间呢 Selina特意挑选了七张在复建时期最具有代表意义的照片 做成惊醒手机跟歌迷们分享 赶紧去看看这些刚刚曝光的照片吧 小公主Selina再度换上梦幻白纱 化身甜美新娘 为了16日即将发行的一批拍摄MV 另外还特别挑选了七张附件时期中 对她非常具有意义的照片来跟粉丝分享 宝贝狗女儿Pinky一直是Selina受伤时期的心灵支柱 在照片背面写上辛勤手记 让感性的Selina多次泪崩 另外还有跟好姐妹Hebe Ella的合照 以及老公阿忠的婚纱照 但最让人看了不舍的还是这一张 全脸包着头套踩着附件脚踏车 Selina回想到这一段 语气中还是带点哽咽 也因为烫伤 剪掉留了多年的长发 所幸Selina依旧乐观 而明天Selina还将在阿中的老家彰化 举办第二场婚宴 好姐妹Hebe Ella依旧是伴娘 这也是Selina受伤后第一次离开台北 路程较远 对她的体力负荷也是一大考验 乐饭天台北报道 又是忙着婚宴又是准备发行个人一批 对于Selina来说呢 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方面 都在慢慢的好起来 那同样刚刚新婚的Coco李文呢 婚后也是依然忙个不停 要说有所变化 应该就是婚前是热辣性感 但是现在呢 似乎变得保守起来 昨天刚出为人妇的Coco李文 现身香港为著名品牌专柜 主持剪彩仪式 婚后的李文一改性感作风 穿着一时显得十分保守的白裙 看起来结婚对Coco影响不小啊 那不知道他自己感觉如何呢 我昨天晚上就问我的老公 我们结婚之后 有没有一些好玩的 好笑的事情发生呢 他说结婚之后 他只有看到我两天 其他天我都在忙着工作 我都飞来飞去 所以他说 在那两天看到我都很开心 所以如果大家问结婚之后 怎么样就说很开心就对了 乐饭天香港报道 与李文一样 梁勇琪呢 如今也是跳出了单身的行列 那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呢 这个幸福满意的梁勇琪啊 昨天却出席了 悲情电影《倾城之类》的发布会 哎 让一个幸福的女人 出席一部悲情片的宣传活动 是不是跟拍戏一样 很有戏剧性呢 昨天梁勇琪 斗骁陈乔恩 出席了电影《倾城之类》 在杭州的发布会 片方也第一次公布了 电影感人的片花 如今GG的《婚后生活》 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昨天他也透露 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正是筹备婚礼之时 只不过因为拍戏原因 一直未敢透露 直到自己戏份结束 才向剧组公布了结婚的喜讯 我自己结婚的事 我一直都没有讲 因为我不想影响 大家的拍摄的情绪 还有气氛 拍完戏之后 那个时候已经是 在筹备婚礼的时候 我就偷偷地跟导演 说了一几句话 我说导演 我其实在拍戏 已经很想跟你说 我要结婚 话语间 GG演示不住满脸的幸福 儿童片演出的陈乔恩 之前也传出 她有了心仪的对象 甚至最近还爆出 她将在12月底订婚的消息 电影是悲剧的 那现实是不是都是喜剧的呢 没有啦 我连对象都没有 可是我很羡慕GG 因为我刚侧面看她 我觉得她整个人美翻了 就她身上有一种幸福的光 幸福羡慕不来 主持久陪杭州报道 算一算79年出生的陈乔恩 如今呢 已有三十出头了 也已经步入了大龄行列了 难怪她那么羡慕梁永奇哦 那单身的艺人呢 容易被传绯闻 不过呢 像之前爆出 范冰冰与演员王学习恋爱 并已经同居两年 这样的传闻 实在是有些离谱 也难怪呢 王学习一怒之下 将这家不时报道的媒体 告上了法庭 昨天此案在朝阳法院开审 最后双方达成停下和解 但具体的和解方案 双方当事人将做进一步的沟通 而被同居消息 杨迪的另一方范冰冰 在今年六月 也起诉了相关报道的媒体 据悉 法院将于下周开庭审理此案 那说起因诽闻而惹上官司的事例呢 还是比较少见 前阵子杨成林与萧亚轩的前男友 王阳明也被传出太阳女之恋 一直没有做出回应的杨成林 昨天终于首度面对媒体 澄清此事 2011台湾知名网站 举行年度搜寻人气大奖 罗志祥与杨成林分别获得 年度最具号召力男女艺人的 最高奖项 不过小猪更胜一筹 还同时也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 然人事业成绩斐然 连感情势也一样灿烂 日前陈冠希传出亲密照的 嫩魔血纸会跟陈冠希分手后 前阵子却公开表示 喜欢小猪 小猪响应 无端被扫到小猪也挺冤的 但同场出席活动的 前绯闻女友李玉芬 却提前离开 当媒体不禁好奇 两人是否故意错开不见面 而大家最希望能配成双的小猪 与成绫难得同台 但两人却是貌合神离 日前才刚传出成绫 与Elva前男友王阳明热恋 但近日王阳明自己却跳出来否认 对这段太阳语之恋 成绫也首度做了澄清 我们的关系就一直都是朋友而已啊 的确就是好到连我自己当事人都会觉得 哇 这些故事精彩到一个 我自己当事人都不清楚 然后其实也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那我觉得反正我也不是 出道一天两天了嘛 那我觉得有再多的误会 我都可以自己消化 那反正朋友就是朋友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去一谈 或者是好去多说的 杨成绫看起来似乎轻瘦许多 外界传言是因为情伤而消瘦 不是啊 我难道都不可以变瘦吗 因为我之前真的变太胖了 你们距离上次你们看到我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快要破五十大关了 所以我当然要减肥啊 你们不要多想 成绫直呼自己还单身 欢迎大家来追 俨然在公开征婚 我一直都单身啊 那欢不欢迎 我觉得都是看缘分 我其实不急 我还是比较爱我的工作 还是跟小猪比较大爱 记者沙比林郑阳台北采访报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之前一直被称为黄金圣语的李文 梁雨琪 莫瑞 刘若英等一众女星呢 今年是终于纷纷披上了嫁衣 结束了单身生涯 这也让娱乐圈顶着黄金圣语头衔的女星挑燃衣主 像杨成绫这样已经三次头恋情 还没有着落的明星是hold不住了 竟然对着镜头公开征婚 那下面呢就一起来看看娱乐圈 还有哪些恋情堪忧的大龄女明星呢 艺人张慧妹 仇家指数五颗星 现年39岁的张慧妹 从第一次公开男友 是香港富二代周丽景 到随后的绯闻男友王力宏 再到她倒追的篮球运动员何首正 每一段感情都无奇而终 虽然前段时间一直传出 阿妹身旁的艺人好友们 在极力撮合张慧妹和哈林于成庆成队 但两位当事人至今没有进一步发展 哈林哥谁看到都会喜欢呢 大家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然后很有正面力量的人 可是你有觉得不可能吗 还是你也没有要抗拒 我其实我没有任何抗拒 我觉得就是交朋友就是要时间 舞台上风光无限的天后张慧妹 在经历过多次感情挫折 何时能够赶快找个好归宿 备受外界期待 一人林志玲 仇价指数四星半 都说美女不仇价 但37岁的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 却迟迟未嫁 在和颜程序结束恋情后 林志玲和台湾马桶小开 邱世凯绯闻传了六年 今年年初甚至传出两人的婚讯 但无奈感情还是无疾而终了 你会嫁入豪门吗 你不在意 不在意 你完全不在意 虽然不追求嫁入豪门 但林志玲对感情的追求是绝对的 她也不止一次在媒体面前喊话 希望爱情早日降临 我还没有想要结婚 可是我想要爱情 我肯定我要爱情 一人徐若萱 仇价指数四颗星 现年36岁的徐若萱 和毛钱小开贺希静的姐弟恋 曾一度被看好 两人相恋一年多 甚至传出过贺希静 已经见过徐若萱的父母 两人好事将近的消息 我觉得结婚就是两家人的事情 可能要慢慢规划吧 但无奈这段姐弟恋最终 却因为两人常年风格两地 导致恋情变淡 于今年9月份分手 虽然前晚徐若萱被直击 和瘦高平头男逛街 但之后徐若萱立刻澄清说 该男子只是工作人员 看来Vivian的感情依旧没有着落 性感女生舒淇也是圈中出了名的黄金圣女 35岁的她虽然自出道以来就绯闻不断 但全都被她归类为好朋友 好不容易之前被爆出她夜宿前绯闻男友 王力宏台北的住家与王力宏复合的消息 最终也被否认了 不过即便如此 找到对的人是舒淇一直默默期待的 我觉得结婚不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应该是 我觉得找到对的人才是一个正直 才是一个就是 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 在此我们也希望这些女星们 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Mr.Rye 乐藩天编辑报道 欢迎回到由美报美妆小品店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大家好 我是刘彬 一向爱走搞怪路线的陈讯呢 昨天是带着自己的全新专辑问号 亮相北京 举行了一场主题为 陈一讯致意听者会的活动 那有意思的是呢 在记者会上 陈讯居然化身陈医生 听自为现场的歌迷 诊治的经历问题 一次呢 新专辑记者会被唱片公司 别出心裁的 布置成一家心理诊所 自称是神经研究所所长的陈讯 当天化身陈医生 现场为歌迷诊治各方面问题 丸子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来告诉医生 其实我今天过来 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失眠症怀者 看不出来 尽量不要听前一句读歌 千万不要听 越听就越兴奋 除了帮这位歌迷 医治失眠等问题之外 就连一些心理问题 Eason也是不在话下 特别是这位男歌迷 有一些自卑 不善交流等毛病 陈所长也是现场 多方开导 当天不管是多么难以医治的 疑难杂症 在陈所长手里 都是妙手回春 因此唱片公司也是特别送上 两命锦旗作为贺礼 但到了采访环节 当记者提到上次 因为部分媒体报道 他夫妻不合准备离婚的传言时 这位陈所长 一下子又恢复到原先的孩子气 为你发片的关系 所以那个 为你那些媒体重伤 你跟你老婆之间的关系 然后你留下 好了好了 不好意思 所以那种小朋友 他们问你 就不想听 就无耳朵 这个所长很不听话 记得张运 北京报道 故意转移话 这个陈迅显然不愿意 大家把焦点放在他的家庭生活方面 那这一点呢 刘佳跟他有点像哦 面对媒体时 一提到女友的话题 他不是装聋作哑 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小的是呢 最近外界就封他为歌神陈迅的接班人 当然这接班人啊 不是夸他会应对媒体 而是肯定他的音乐 好久没在台湾现身的 实力派歌手林佑佳 明年2月26号 终于要在台湾开演唱会 不过却是替罕见疾病举行 林佑佳邂逅厚爵士慈善音乐会 佑佳可是要挑战 自己没有唱过的爵士乐 我们会把很多歌曲 都做成很爵士的版本 那其实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我没有真的这么 专精在爵士乐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把自己投入爵士的世界里面 2011可说是佑佳的丰收年 宇肖金腾 方大同 卢广仲 并列新四小天王 而林佑佳却谦虚表示不敢当 其实我觉得就是继续努力嘛 然后每个人的造化可能都不一样 那我是非常努力也非常多工作 然后我希望可以除了工作很多 然后希望可以让自己 越来越让大家认识以外 我希望我的音乐可以越做越强 而同时林佑佳的高音域 也被称为陈迅的接班人 这下他倒是不客气 好啊 如果他真的要交给我的话 我不介意 歌神接班人 佑佳可要hold住呀 记者沙比林正阳 台北采访报道 像林佑佳这样踏踏实实的 专注自己的音乐 就会受到大家的肯定 反观演员陈浩铭又久后 闹出狼问门事件 让自己的形象跌至谷底不说 还有可能因此惹上官司 那今天呢 是当时的另一方 陈佳环方面决定是否 在内地报案的最后期限 而陈浩铭今天呢 就在香港的东方日报刊登 公开道歉声明 希望以诚意让事件可以平息 真的是早至今日 何必当初 那接下来呢 还是来关注偶像剧 华丽的挑战在台北的首映会 偶像剧华丽的挑战 昨天在台北举行盛大首映 男主角Super Junior成员 史源东海专程来台参与宣传 虽然台北下着细雨 但热情粉丝仍挤爆了现场 史源东海亲切地 用不太流利的中文 跟大家打招呼 粉丝们顿时陷入疯狂 亲爱的宝贝 我是东海 好看吗 有意思吗 大家好 我是 我是 史源东海这次旋风来台 只停留短短六个小时 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台湾 截拍偶像剧 Super Junior也在韩国 预线录制一段VCR 为新戏加油 年主角陈亦涵跟两大帅哥对戏 不知献上了多少女生 不过他自己却丝毫不来电 虽然史源东海在剧中的中文配音 让大家不太习惯 不过剧中 史源的声音听在陈亦涵的耳朵里 却特别有感觉 因为那声音是出自跟他传出恋情的昆达 有了 我看了预报觉得有点奇怪 可是亲切倒还好 陈亦涵在这部戏中角色吃重 不过反观他在电影《匹斯英雄》中 虽然也是担任第一女主角 但戏份却全被剪光光 让他相当无奈 心情不会不好啦 只是有一点觉得还蛮遗憾的 可是还好 毕竟努力过的东西 都还是留在我自己身上 韩流发威 粉丝失控 记者李爱卿 黄尚瑞台北采访报道 辛辛苦苦拍的电影《腰》上映的时候 却被删光光 也难怪陈亦涵这么沮丧了 那相比之下呢 徐若萱就显得是相当兴奋 因为他首度现身为3D电影 邪猫剑客配音就备受肯定 不过呢 令人意外的是 他居然声称自己为电影配音 是为了巴结小侄子 一人徐若萱首度用声音演戏 为动画片《邪猫剑客》中的女主角 Q手吉地担任中文配音 为了诠释一只可爱性感 又身怀绝技的猫咪 徐若萱在配音时 用视而调皮 视而性感 有视而无辜的声音 把电影中神偷猫女的形象 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我们在拍需要很专注 旁边不会有摄影机在拍 其实你看到那个猫咪的表情 电影里面就是我在配的时候的表情 因为我们是要尽量是在完全他的情绪里面 所以你看到他在耍性感 他很man的时候 大概我的表情就是那样 多才多艺的徐若萱 不止能唱能演还可以创作 而这次之所以会接下这份配音的工作 全是因为家中的小朋友 已经升格做姑姑的他 这回终于有一部 可以在小侄子面前炫耀的作品了 我就想要被孩子崇拜 因为他们都觉得VVA好像笨笨的 都不了解我们喜欢的东西 在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的第一时间 就已经告诉他们了 他们现在非常的崇拜我了 都还没看已经很崇拜我 记者李爱卿黄尚瑞台北采访报道 美当美报 欢迎来到美报时尚常人环节 通过热心观众的票选 昨天获得时尚常人称号的明星就是无尊 恭喜微博网友林沐欠范 你将会获得由美报美妆潮品店 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以及12月16号周比赏福州签唱会的CD代购券一张 那再来看看今天的时尚常常人的候选人 他们分别是 A 罗志祥 B 杨成林 C 陈一讯 D 徐若萱 大家可以当乐乐饭店的官方微博 评选出你们心目中的时尚常人 这样呢你就有机会获得由美报美妆潮品店 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以及我手上的这张12月16号周比赏福州签唱会的CD代购券了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 只要您关注美报潮品 我们东南微博娱乐乐翻天的新浪官方微博 同时呢参加美报潮品2012 我们支持你的活动 就有机会获得由美报潮品 更送的精美的限量版视频礼盒 大家想不要错过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明天属于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刘斌 拜拜 如果我的世界能重来 这梦境都会是现在 如果我的世界能重来